北京酱牛肉的扛霸子 酱蚤子第一品牌 我觉得它有点针对我 我黑了 臭酱料 您随便一下怎么是怎么是 120% 旅着地铁玩北京 关注老白全门清 今儿我们跟北京二号去 前门站 今天大家看一期难度超大的一集 您逛好了 那是古文化历史旅游一条街 逛不好那就是网红花钱上当一条街 跟着老白 走 溜鞋 您上演啊 后边这就是前门楼子 然后这边是建楼子 后边这也是正阳门 就是皇宫的正大门 皇上他家大门 就是正门 在这儿 然后中间这条线 就是北京的中轴线 也叫子午线 今天咱们沿着这条线 一点一点来 先看看 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前门楼子九丈九 四门三桥五台了 这就是那九丈九的前门楼子 上面建楼 这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防御工序 以前这条口是射箭用的 然后上面可以上去码开什么的 整个建楼和前门楼子连一起 形成一个大瓮城 就是这个形状 这是前门楼子 然后这是建楼 中间是两个 这是一瓮城 四门三桥五台了 四门说完了是吧 瓮城加上这两门 一共四个门 三桥 就是现在我站这个地儿 原来底下是有湖城河的 然后上面有三座桥 中间那个桥不能走 因为是中轴线 就是皇上的玉道 两边是可以走普通人的 就三个三谷路 这么一个桥 叫四门三桥 过去就是五牌了 过了金水河 金水河 过了湖城河 到那边看到牌了 就正式进入前门大街了 走 里面中国县 继续往前走 从这就开始了 到这儿 多看小买 小吃 这老北京的东西 真不是特别多 有一些老字 我帮您摘出来 这鱼尔寨是其中之一 北京酱牛肉的扛袜子 清真过 北京特展 现在呢就是 湘血 我就说这么多 走个体会吧 走 阿姨东西啊 这咱比较试一下 小河最能玩的 吹一趟人 老家里多少钱吹一个 35 35 那给我来一个吧 要什么样的 龙点 吹个龙的 这我小时候 就说怎么玩 那会儿啊 拿钱买也行 那会儿借着二分钱 二分钱五分钱 然后呢 后来拿那个牙膏皮换 就家里那会儿牙膏皮 不是缩料 这是铁的 然后呢 一来这吹腾子的 一吆喝 然后呢 我们就回家拿牙膏皮 你知道一对 我们挤多少牙膏 新牙膏 把牙膏都挤出去 往上把那皮捋干净了 然后拿干杯上擀一擀 拿出来换腾子 再来箱子 再来箱子 这是龙啊 对 好嘞 好嘞 喝嘞 起火 好 好 还得点个筋 好 我是咱们 来 好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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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见的啊 多好运啊 今天龙年了 大家啊 龙马精神 不应该 卖布鞋的老字号 这个总店在大堂里头 这家也是 亲民布鞋的发行地 然后大家从这看 这个看一眼啊 廊坊头条 就这条横着 接着廊坊头条 咱们这有个什么 挤大胡同挤大胡同的那种 从这条就开始可以算了 廊坊头条 二条 三条 四条 这是头条 北京景泰兰啊 这是北京独偶的一个工艺品 这是民朝景泰年间留下的东西 非常漂亮 掐丝法郎材 然后做什么烧兰啊 点兰啊 掐丝啊 好多好多工艺做的 锅里 天福号啊 这是北京外酱肘子第一品牌 然后他家牛在什么地儿呢 专门给自己进攻酱肘子 好多酱肘子 工那儿就不做了 外边做完了又送进来 实际要排进咕咕咕 对于这家店呢 现在两个字的评价 上市 要是一家 著名的 广阁楼西院 就在这儿 先兴居 在悬一口里头啊 然后呢 咱就去吃里面总店 这个估计新开的 不知道什么能开的 所以不要轻易进 等等等等 斗汁挑战赛 你这玩意 我觉得它这玩意 有点针对我 斗汁还有挑战赛 反正也到这了 咱来一份灌场 来碗豆汁 然后我挑战一下 好不好 走 必须给老板上一份 第一次挑这豆豆 我真臭 我都把你们夹着 你都说我 别人就是 搜啊 不然 你们这咸菜怎么卖的 马上怎么那么好看 四个人就这么久了 咱修了 来着不这么近 卖什么还真心 很漂亮 来 瞎走吗 行 准备 谢谢 用多少钱 三秒 来吧 来 大家对你喝的杯 喝的杯低啊 别水勺啊 写外行 咱们煮菜了啊 豁上起来 这跟弄外行啊 大香一样来的 一香一样 老肉朋友说肯定豆汁臭 豆汁是事儿我一直不承认这事儿 我觉得就是酸和馊 今天体会到我吃一点臭 我打大概15个 我具体记不清楚了 开始喝豆汁 喝之前四十来凝了 没凝多 这玩意必须吃 没有任何味 就以前我对北京全民大街坑人骗钱 抢钱这件事儿体会不深 这回深 这回深了 很深刻 对着我 烧卖文明的 打三角 前楼埋菜 先一口把烤 吴依泰 这是网红冰激凌 尝一 人家卖茶 卖茶叶 这网红的 郭骏 这边好些 好些 大茶庄的 基本都姓吴 这还行 九个钱 凑合吧 茉莉花味的 不难吃 人家是卖茶叶的 二楼还可以喝茶 老子好 到这儿先一口把烤 咱进先一口去念麻烦 走 走 我就发现这怪现象 你就在前半天上 就越是老字号又有真东西的 门口没人 越是那个 我小时候没见过 那个 那玩声音乐行的你知道吗 锦丧 非常著名的北京小之类 然后正面有东西 咱们这家的 这家不知道啊 没在这吃过 没人 前面天鱼 门口也没人 这瞅眼 来吧 推荐一下我家乡的正经东西啊 自豪是正经自豪 但是这个开在前面大街上就很唏嘘嘛 就咱们先尝一下 要是家北京小吃 这个牛街也都有 他家的做法不一样 你说这挨窝窝 他加了芝麻 这芝麻的挨窝 这正经姑娘说来的啊 天天啊 牛下 还肯嘛 还肯 牛街道 奶油炸糕 炸起来的 然后干糖吃的 这奶油炸糕 固定版的三不赖 这张面花花也点糖耳啊 吃会儿 不弄硬心的 有点解闷 对 好多人还没吃面花花 吃饭 这碗咱们家的饿茶锅 热情 还行 还臭啊 还有鱼打滚 我们这一道过了 这一街头都喊 老婆想鱼打滚 老婆想鱼打滚 我刚刚前面还有抹茶 那里面裹着抹茶的 那什么玩意儿呢 这有鱼打滚应该比这个 它会个儿大点 咱这做得对 一豆面糕 就是一旁边那个姜米面 然后裹那个豆馅 然后在黄豆面里面 炒头的黄豆面里面滚一下 鱼打滚 还行 还可以 这点贝儿是码 一份这个 然后就几个小时 一共加了23块钱 没感觉到烹 差不多 而且不比胡胡胡四小时做得差 所以到前面大街也不是说 尖尖都是烹 你哪会找 你知道吧 挺好 中午饭姐姐 来 班主人 抽茶一下 进去炒盖 那是正经买卖 门口没有喝516的 你进来把老北京倒走 下杯 喝完炒盖 走 人也不吵 我哥 这是你粉酥 是吧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班主人 查作业 咱们上次拍天机 这还是 跟上次 18年 这到现在五六年了 看人家变得变 前略后 哥儿一点都没变 就是还是当前那味 本来前面大街 如果想尝尝北京哥哥 也不想花钱 也不想挨坑的话 天井鸡是个不错的食物 北京吃炒盖老四号了 然后里边的吃法 你看我没拿勺了 这是猪肉大冬包子 一两仨 喝在哪里 天哪呢 哇 没了 好久没吃了 好过瘾 前面大街防坑攻略 得有人家一家 可以啊 炒干到底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老北京传统的一种小吃 过去是早点 吃炒盖有句 俏皮话 天井鸡的炒干没心没肺 你听那内容也知道吧 没有心没有肺 里边什么肠子和肝 它这里边还行吧 这切有点厚 肝和肠子都不太少 蒜味儿 吃蒜不见蒜 真的有一股浓浓的 咸香咸香 然后拿包子去 旧的吃 尽量不吃肠 当然网上有好多说 你不吃肠不对 臭酱酱 人随便 你看咱们是怎么吃 反正我是没这么吃过肠 就是拿包子去站着吃 无比的快乐 这包子也好 酥辣酱 解鸡 所有的 几乎我 主要能常见的 什么老字号 老红点 这儿都有 您就记住了 反正门口贴老北京什么玩意儿的 别进去 大概这99%了 能不能说 站着个大姐 外地大姐 穿着很娇艳 吞着香水 完了 你来把老北京这个 老北京那个 别进 120% 这就是大日蜡 就是狼房四条 正经的狼房四条 吃着在鲜蜜口 买东西在大日蜡 走 本人不学都爱买内联生的 取什么的 就是当官的 所以那种大内联生三级的意思 叫内联生 买下鸭鞋可以步步高升 所以图个好彩头 卖的身体特别好 卖鞋人家是第一家 中国第一部电影 就是在这儿战争的 还是在这儿放映的 一股莫莓花味 好香啊 我去看 这来看 去看 去看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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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有它 有银行 我去看 他看 没能不能 浪费 你 我宠有 没能不能 明朝就有了 老北京自豪 真正的伴手礼 六比居咸菜 他家一个最大的区别 他家所有咸菜用他们的酱做 让北京人吃的 咱这面倍麻烦 要是黄酱就一定是六比居家的酱 酱好